中国一直非常关注对这个变原体变异情况的坚持 以积极参与全球的变原体的坚持的工作 那么一旦发现有新的变种或者是这种变异 所导致它的致病力、传播力、毒力等方面的变化的话 那么一个方面我们会及时的通报实际卫生组织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会让我们的这个系统警觉起来 在防控的方案、在治疗救治等方面 要做好相应的优化、完善和调整